时尚女王莎拉杰西卡派克这趟是第一次来台湾 她的一举一动都相当受瞩目 来台湾的第一个参观景点竟然挑的是行天宫 刚好碰上了官帝君的生日 就带着宝贝儿子抱着儿子一起入境随俗 拿香拜拜 接着还跑去吃台湾报兵 时尚女王这次相当的平民路线 真的没想到莎拉杰西卡派克来到台湾 想逛的第一个景点竟然是传统庙宇行天宫 莎拉杰西卡和儿子拿着香 扁听自陪姐说一扁有模有样 向行天宫拜了拜表情专注严肃 什么 你祝他生日快乐 好我知道了 然后你可能想起来一个重要的东西 然后你祝你三次 特别叮咛詹姆斯所玩愿望要再拜三次 看得出来这位大明星似乎很能够 接受中国的传统民俗 正好碰上观圣地军生日 请天宫到处都是人 旁边的信众看到杰西卡也都很好奇 台北中午的天气超级热 詹姆斯海一直边揉着彩虹的脸 但似乎依然不见这一对母子广妙的心知 因为继续的第二站竟然是峡海城隍庙 连走两大庙的莎拉杰西卡 还拿着平安符在香炉上面过火 明明是全球时尚教主踩着名牌走在纽约街头 但来到台湾却是逛庙宇体验传统的摆摆文化 还当场来一碗道地的本土刹兵 一口接一口沙拉杰西卡还直接站着 跟大伙分着吃 边点头直说好清凉 沙拉逛庙宇吃刹兵 这趟台湾的首日行不奢华很平民 总联系的宇陆维演艺厅台北报道